再来看一下这一颗藤本浪漫宝贝 之前的那一个壮笋 现在长得这么高了 一米多高了 而且我发现它可能都快开花了 到时候开花的话又会开好多朵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这个枝条 下面大家看到没 一个一个的芽 到时候就是开花的那一种 这个藤本浪漫宝贝 是我这么多月季里面 最不爱得病长虫的 买回来到现在的话 没有得过病 也没有长过任何虫 而且我刚刚买回来的时候 还只是有几个芽而已哦 而且它开的花又漂亮 花香又浓 所以如果喜欢月季的话 强烈建议大家养一盆藤本浪漫宝贝 而且这个花很耐热哦 表现的这么好 赶紧给它加下餐 给它喷点这个醋苗营养液 希望你快快长大 争取今年就爬到这个拱门的顶上去